音人小悠拥有琉璃口条 自节目大学生人媒出道后 成为不少综艺节目的常客 也不时成为活动主持 备受不少观众喜爱 日前她度过社群 晒出了好友们 一起到电影院观看电影惊奇队长2 并表示片中真的处处充满惊奇 似乎对电影很满意 所以她剖出一张蛋糕的照片 分享了自己光过法郎 却速度被拒绝的事情 让她感到很惊讶 小悠透露 她看完电影后 趁着有一段空档 想要到法郎洗头 没想到却因为她有接法 而连续被三家法郎拒绝 或是要求加价300元以上 让她感到很无奈 索性最后找到一家 愿意帮她洗头法郎 而且对方只要求加价100元而已 让她感动迟乎 不然眼泪真的要流下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